哈喽,我是小伟,我现在在老窝的首都望向 今天是我从泰国回老窝的第二厅 要去从泰国回老窝的时间比较参促 没有来得及去给他们买礼物 特别是妹妹,小女孩 所以我今天打算去给她买她喜欢吃的琉璃 不知道附近的市场有没有啊 其实妹妹在这个家庭当中 也要特殊的照顾她吧 我一直认为像这样的组合家庭 而赛苏达是妈妈这边生的 不是现在的爸爸生的 但是三妹她是现在爸爸生的 所以我感觉这种情况要特殊照顾三妹 所以我决定金金给她去买她喜欢吃的 这样的话老丈人看到也是心里非常舒服的啊 我也不知道附近的市场有没有琉璃买 但是我感觉三江中国人的区域肯定是有琉璃买的 现在我们准备去赵母娘的快餐店那里 赵母娘今天有点事情啊 昨天就叫赛苏达去帮忙 现在我们去那里吃饭 现在我来到赵母娘的快餐店这里了 准备在这里吃顶饭啊 赵母娘非常开心 刚才我说吃饭的时候 赵母娘说爸爸给我准备了这个炒菜啊 看是什么 是这个鱼 爸爸做菜的手艺还是非常好的 我吃过他以前的炒猪蹄 还有这个行菜 鲜菜应该也比较好吃 嗯 喝不咋得 喝不咋得 爸爸特别勤劳啊 在这里又在剁肉 我现在就开始准备先吃饭了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鱼啊 味道挺好的 现在已经吃完饭了 赵母娘他们早晨也没有去 就是昨天那个爸爸他说头痛不舒服 赵母娘说今天打算带他去医院 可能现在还没去吧 现在比较忙 嗯 等一下中午他们可能会去 刚才特别感动啊 老战员看到我从泰国回来 第二天给我准备做了一道菜给我吃 做的那个鱼也比较好吃 刚才赛苏达被赵母娘喊过去帮忙了 现在买菜的人特别多 赛苏达在吃饭的时候 我也问过他 我说妹妹中午十二点钟饭学会回来吗 他说中午不回来 在老窝这边学生早晨去学校 然后下午几点钟饭学 就几点钟回来 下午他是四顶钟左右饭学吧 四顶还是四顶半的 我忘记了 所以我现在就暂时不去买牛铃吧 等到下午了再去 现在已经是下午三顶钟了 然后我现在就要准备去给妹妹买牛铃 知道吧 我没有告诉你 等一下如果妹妹回来 我还不在这里 你告诉他一下 在家里等我一会 好的 因为我准备去那市场上面看一下 市场上面前段时间看也是没有牛铃卖的 但是我感觉山江肯定有 所以如果这里没有我可能去那里 这么一晚又圆又贵了 对今天必须要买 不用了可以了辛苦你了 不用了赛苏达说不用了 妹妹用了我给他买不一样 好吧我提前告诉一下赛苏达我准备要去哪里 准备出发了 现在我已经穿好了衣服 刚才赛苏达听说我可能去山江去买牛铃 他知道牛铃特别贵 想让我不用买 开始为我省情了 有这种趋势了 我感觉也特别开心 咱们现在还是决定去买 现在准备出发 现在我已经来到附近的大市场这里 这些水果摊门口都没有看到牛铃啊 问一下老板看有没有 老板发了骂秃林 骂秃林 说明没有 没有 ok 不知道的 我就猜得到这个市场这里 肯定是大概率没有那个牛铃卖的 今天必须要买啊 完成这个运务 然后现在准备去山江 저기又来到这个市场里 要是大家知道 我们下一个峰值的小时 我们下个气露 我们下一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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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吻 就是为了寻伤 那一个决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已经来到三边了 这边都是中国人开的一些店铺、酒店 还没有进去那里面 但是走在这附近的时候 发现路边有一辆车子在卖水果 里面就有琉璃 切换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旁边 在卖波罗蜜也有卖琉璃的 看一下多少钱 这里有一辆面包车 这里面都是波罗蜜 我要买牛铃 马兔铃 马兔铃 他正在打包 这一个托得 25万 25万 这个呢 20 这个呢 20 大小差不多 就没有称重量的 这个老板还会说中文啊 厉害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牛铃和这个牛铃 称了一下这个重一点 多一点点 20万 买一个牛铃 这都是一个一个牛铃里面挑出来的肉啊 用到个透明薄膜把它封起来 这个老板特别好啊 他说波罗蜜好吃 还让我尝一个 我尝一下 确实挺好吃 拿一盒5万啊 5万啊 5万啊 拿一盒 拿这 拿这个 现在我已经买好牛铃和波罗蜜了 牛铃好像只有丈母娘和妹妹喜欢吃 然后这个波罗蜜他们一起吃吧 现在我还去给赛苏达买一瓶那个王老吉 他喜欢喝王老吉啊 我也自己喝一瓶 现在来到小卖部拿两瓶王老吉吧 现在我已经把牛铃买回来了 老郑 还在这里剁肉啊 爸爸这是 汤 喜欢这个 不用谢 应该还没有回来吧 是赛斯达跟我说四点半放学 应该是五点钟放学 妹妹刚刚放学回来啊 你好你好妹妹 她才不知道啊 这个给你吃 马兔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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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牛铃 牛铃 给你 等一下跟她说几句话 用翻译软件 现在我把妹妹喊过来了 我跟她说几句话 这次从泰国回来 没有给你带礼物回来 本来我是想带礼物的 结果在机场耽误时间了 起来的太晚 没有时间买了 我给她解释了一下 所以今天给你买好吃的 当做一份礼物 这个翻译不对啊 这个翻译不对啊 谢谢小伟 不用谢 我知道你喜欢吃牛铃 马兔铃 这里有很多啊 这里 给你 努力学习就可以了 刚才和小姨子单独出镜拍视频 这个小姨子非常含蓄 非常害羞 但是视频拍完之后 她还是非常开心的 刚才妹妹她说 她会努力学中文的 好的加油 嗯 吃牛铃吧 吃吧 吃这个 小伟不小伟 小伟不小伟 来呢 一点点 牛铃我以前不喜欢吃 现在吃一点点 试一下 看味道怎么样 现在我吃一点点牛铃啊 嗯 还能接受 第一次吃的时候 是闻到那个味道就不想吃 然后长一点点就不吃了 这一次还能接受 好像还可以吃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主要是记录一下 给小姨子买她喜欢吃的牛铃 想不到非常意外 她后面又跟我说 她要努力学中文 这让我也非常惊讶 好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是小伟 喜欢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拜拜